所以这是总书 这个五字就是加了这一字 后面是转八十真四字 转阿赖也为大远尽止 你看大远尽止的第二号 是转阿赖也时所得 行现法界之万象 如大远尽止之也 阿赖也是能变 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 整个宇宙从哪来的 行现 事变 真心 所生 所幸 事发界一正状也 这无量无边的这些不同的色相 这怎么回事 是变的 那都是阿赖也变的 真心 能心 能生 不会变 所以 我们将来有一天 生到 阿弥陀佛 十报 专严图 那怎么回事 那这是心 那这是心 心 不变 所以在 在 事报图里头 人 永远是这个样子 不会变老 不会衰 也不会生病 树木花草 长青 不会变化 花永远开着 不会掉蟹 它没有石 所以它没有变化 人无量寿 永远看起来是年轻 寿命三大神奇迹 看起来跟年轻人一样 一点改变都没有 这就是 它有新鲜 没有石变 所以叫一阵法界 那 受法界就不行了 受法界里面 佛菩萨都不行 为什么 它没有转阿赖也 成大远金 所以它有变化 人 它慢慢会变老 不过人家功夫 身 这心底比较清净 它老化的比较慢 我们这老化快 它老化比较慢 但是它还是有老化 像花草树木 它也有 深处一觅 山河大地 它也有成珠外空 但是它的速度比我们都慢 这一点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心清净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好像日子就很晚 如果我们每天 匆匆忙忙 好像有一年一年 怎么这么快 你会感觉到 心浮气躁的人 感觉到日子好快 心平气活的人 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很满 它不是定法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两个人心情不一样 我们的客观环境也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虽然大家在一个环境 受感受不一样 一个感受很苦 一个感受很弱 不错 所以 这大圆禁止是什么来的